核四行動今天全面啟動 而馬總統昨天針對這件事情 又再度丟出了十六個字 感覺上馬總統從年輕到現在 都很喜歡用十六個字 來表達自己的政策決心 甚至據說當年他追周美侵蝕 也是用十六字公式 用十六個字說明政策決心 似乎已變成了馬總統特有習慣 不只美牛案 還有選舉等各種版本 但恐怕因為如此 連他自己也常念到記不起枉詞 不誇張多年下來 馬總統幾乎不管大事小事 都要來個十六字 連他自己都爆料 當年追求美清潔 也是用十六字擄獲芳心 是不是有點強迫症的感覺 我是覺得他是有病態 只是多年下來 美清潔有沒有驚訣 有受騙的感覺 外界其實都很好奇 畢竟拿美牛的例子來說 馬總統的十六字真言 除了強制標示外 其他都不錄法 換句話說 裡頭四分之三的比例 都是說得比做得好聽 哪天出事了 先完責任 就怕總統想必都會推得一乾二淨 但這回恐怕讓民眾更寢時難安的 是因為這十六字談得是核四 謝謝台北 總共報導